你说不想瞎说 都没有台词了 我的没有台词可以说 你就介绍一下这只狗斑吧 多大 嗯 这就点难 我就为难的时候只能那个 单线的模模 对 只能那么不过脑子瞎说 这种就信息数据了 来不了 歇会吧 待会再说 不是林奔 你说呀 嗯 六周了 大概 怎么来的 好像市民送过来的 昨天晚上送了 然后第二天早上给说医给拿过来 来的时候这个啥通话 来的时候 干嘛 旧野树 真假的 上哪啊 上哪家 这个不能说啊 这个不能不 没事 他不给你 反正已经录音了 这段我准备直接发微博了 哈哈哈 大家好 我是花石 今天的视频特别精彩 我将带大家前往南京市红山森林动员的救护中心 看一看拯救野生动物的工作 在视频的中后段 我还将教大家如何判断一只小动物需不需要救护 以及怎么救护 喜欢动物 觉得有用有趣的朋友请点赞关注 接下来就是今天的正片 视频里这个绑了小辫子的男性 是红山救护中心的技术负责人陈老师 是业内知名的一位饲养员 他手中捏着喂奶的是一只小狗欢 鲁迅先生在他的小说里 曾写过一种叫茶的脱瓜小兽 他老人家在文章里事物巨细 列举过诸如猪欢在内的很多种动物 但就是没提过狗欢 狗欢作为杂食动物偷个瓜又是可能的 所以通过排除法 我们推测茶可能就是狗欢 这两只小狗欢刚来红山救护中心的时候 一天得喂个六七顿 大半夜还得喂 要不然就会死 你们想一想 这救助工作得多辛苦 而让陈老师笑容突然消失的野猪 就是你们都知道的那种野猪了 南京郊区的野猪数量不少 经常出现下山的情况 无论是下山猪伤了 还是下山猪犯事了 都得救护中心出动 而野猪个头又大 特别占地方 吃的还多 特别挤占资源 陈老师他们已经养了好多头猪了 也难怪会 蚊猪色变 羽化台的那只野猪最终没有抓到 但是过了两天 陈老师他们又救回来了一头更惨的猪 这个个体不小心闯进了一个工厂 守门的狗把它逮住咬伤了 这头猪最终被送到了救护中心 做了几小时的手术才救护 希望它能康复吧 那救护之后呢 大部分的野猪被放归了野外 比方说这头奶茶猪 等定做的GPS乡圈一到 就可以放归了 咦 你问我为啥这头猪叫奶茶猪 去年10月 有一头野猪闯进了南京的一家奶茶店 把人给吓坏了 猪自己反而在网上火了一把 画面中的这头野猪 就是闯入奶茶店破坏的肇指猪本猪了 救护中心还有几头猪 会成为红山的员工 你们看这几头猪状态完全不一样 在人面前想干啥就干啥 和前两头乖巧不动完全不一样 我在之前的视频里数次说过 救助回来的动物 饲养有两个套路 一个是把动物养得不怕人的套路 适合那些要留下来做展示的个体 一个是让动物保持对人敬畏的套路 这样动物野放之后 就不会和人产生过度的关系 顺带一说 这几头猪猪在救护中心里过得相当不错 他们的笼子虽然小 但是陈老师给他们安排了相当好的丰容 这样的一个环境 远比很多动物园饲养野猪的环境要好得多得多 运工猪们也很争气 展现出来了非常丰富的自然行为 例如 咱们看到的这头大母猪 它在干嘛呢 它在给自己做一个炒 好用来生孩子 清明的时候 我在野外遇到过一个废弃的猪窝 还上去躺了一会儿 当时就觉得野猪的窝特别讲究 现在看野猪大窝的过程 更觉得这是一种精细的动物 在这个救护中心内 你会看到很多让你觉得特别奇怪的动物 例如这条大泥 也就是娃娃鱼 请注意它的脊椎 怎么扭成这个鬼样子了 这不是一个临时扭的状态 它一直是这样的 鬼知道这条大泥在来救护中心之前 是怎么被人养大的 还有这只猫猫 它可真美丽 但是 这么美的个体 竟然 看不见 它的眼睛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清澈透亮 还贼大 但是 它的动作 会暴露出看不见的迹象 这个个体应该也是被人养过的 所以不怎么怕人 但不知是被人养坏了眼睛 还是因为看不见才被放弃 最终 还是来到了红山的救护中心 恐怕要在这里住一辈子了 在这里 我们也经常能看到一些十分血腥的场景 很多动物来的时候受了伤 或是有别的一些问题 兽医和饲养员们 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救它一命 如果运气好 能够恢复身体的机能 红山森林动物园会安排放归 让它们回归大自然 近期 因为救助了动物都 红山几乎每周都会有一次放归仪式 大家可以到南京 红山森林动物园的官方账号里 找一找放归仪式的通知 现场围观一次放归 还是很有意义的 顺再说一句 你们注意这个放归鸟的动作 是把放归箱的盖打开 让鸟自己飞出去 甚至都不敢 那种抱着鸟 往天上扔的放归的动作 是极其不专业的 特别容易会让鸟受伤 我在这里还想唠叨一些事 其实 全国有很多野生动物救护中心 有不少是在动物园内 动物园承担救护的责任是义不容辞的 而且 除了动物园 很难再有一个单位 能养活这么多 会饲养各种野生动物的饲养员 和会治疗各种野生动物的兽医 动物园做救护中心 是有天然的技术优势的 但是 动物园搞救护中心 还有一个刮田里下的问题 有没有动物园一看它保护等级高点 稀少一点 好看一点的动物 救助活了就不分归以外了呢 其实 我觉得动物园留下一些不适合野放的野生动物 作为自然教育的展示动物也是合理的 但是 如果有的动物园 诚心把救助中心当做进货渠道 光救不放 那就不合适了 至少我们能看到 红山森林动物园的救护中心 不是只进不出的那种救护中心 这也证明动物园能承担好救护中心的责任 好了 废话说完 我要给大家展开讲一讲 如何判断一只小动物需不需要救助 如果需要 该如何救助 当你发现一个野生动物个体 并且觉得它好像有点不对劲 可能需要救护时 首先应当判断它有没有受伤 如果这个个体有明显的外伤 或者行动出了问题 再或者人影靠近明显很害怕 但完全离开不了 那么这个个体就是需要救护的 如果这个个体比较大 例如是头小鹿野猪 或者是比较大的鸟 例如鹤或者罐 大家就别自己上手了 做好事也别把自己打进去 对不对 报警 或者找动物园救护中心 等专业人士来 各头小一些的动物 可以搭把手 帮个忙 如何帮忙 我一会儿再说 如果某一个个体没有受伤 而且明显是个成年个体 那就不太需要管了 它大概率是能管好自己的 但如果是眼睛都没睁开的右手 或者毛都没有的右鸟 这样的个体明显是不应该出巢的 那就应该救助了 那半大的小子呢 例如有一定运动能力的小兽 或者是翅膀毛长差不多了 屁股毛没长全的小鸟 该怎么办 我们要继续判断 如果它身在特别开阔的地区 或者是人特别多的地方 只要是在这种它们不应该出现的位置 就得它把手了 如果小兽出现在林间小道上 或者是小鸟落在大树下方 这种情况可能只是 它们的爹妈被你吓开了 这些爹妈可能在周围盯着你呢 小兽在小时候 是可能和妈妈出来溜弯的 这是正常的情况 别管它们 如果实在忍不住了 可以拍几张照片赶紧走 走开了再发朋友圈 而小鸟呢 在翅膀上的飞鱼长全了的情况下 是可以出操学飞的 如果小鸟落在了人多 或者周围有猫狗的地方 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需要找一根长杆 例如一叉什么的 把小鸟架在长杆顶端 然后找一根比较高且比较细 这样猫就爬不上去的树枝 用长杆把小鸟给送到旁边 送到旁边后 只要那只鸟不傻 就会自己蘸到树枝上去 然后咱们就可以深藏公寓名 拍个照走人 然后发朋友圈了 如果你经过审慎的判断 认为一个小幼崽需要救助 那该怎么办呢 无论是小兽还是小鸟 如果需要救助 那么你先找一个盒子 盒子上扎上眼 底上铺毛巾 把幼崽放进去 盒上盖子放好 不要忍不住打开看 这种情况下的小动物很容易应激 因此要让它们闭光生活 装好盒之后 就可以送到救护中心了 救助时有一种情况要特别注意 那就是在雨后小动物浑身被打湿了的情况 正常情况下 它们有窝或者父母 能遮风挡雨 不应该打湿 只要打湿 小家伙就容易失温而死 在这种情况下 就要想办法把小动物弄干 这时可以用卫生纸贴上去吸水 但千万别用吹风机吹 吹风机都能吓坏宠物猫狗 更不一提也是弄物了 不用吹风机 但是我们可以加温把它们弄干 这我们就可以用烤的 但可千万不能用烤箱 那就真是烤成肉干了 最适合的是白痴灯泡 但也注意别烤太近 以免把小动物烤坏 怎么样 你学废了吗 好了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 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 请三连支持 我才要做下期的动力 咱们下一期再见 我叫林辉 我是红山森林动物园救护中心的饲养员 我经历过印象最深的动物是一只黄幼 它是在我们大熊猫运动馆 雨天之后被冲出来的 它当时是一只幼崽 然后它现在就生活在我们救护中心 陈里泰然是南京湖山动物园救治中心的执习生 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只动物是一只苏卡达鹿龟 然后是57号 为什么呢 是因为自从我来之后 它一直不吃东西 然后今天它终于吃东西了 所以我印象特别深刻 我叫金正豪 是动物救护中生的饲养员 我介绍这个动物是白鼠灰 因为它很小爱 我叫张浩阳 我是南京湖山神动物园 女人动物救护中心的一名饲养员 然后我在这印象最深的是 就这个一只苏卡达鹿 因为苏卡达鹿它来时很小 然后但是经过就是我们饲养之后 就是因为它不是本土动物 买进入饲养之后 然后看见它直见的长大 所以就可能是过程救护来说 比较印象深 我叫洪冲 是南京洪山森林动物园的一名志愿者 我印象最深的动物是 从化工厂救回来的野猪 因为那是我第一次真实的见到 就是从野外 不是就是从救助动物回来的整个过程 我是南京洪山森林动物园的志愿者 我印象最深或者最喜欢的是小鼠和大鼠 喜欢它们的爪子 它们领毛的样子 你们现在有几个人 我们现在正式的有五个人 嗯 对对对 对 然后还有其他的就是一些什么志愿者啊 十一生啊 这这边 帮忙 志愿者十一生有多少个 不一定是吧 志愿者就比较多了 人人数比较多 但是就是比如说一周来一天或者两天或者半天这样 然后十一生可能在这边有一个月的啊 或者三个月的这样子 然后他们可能后边要去上学的啊 如果想到你们这来当志愿者 应该怎么加入你们呢 嗯 今儿那个公众号就要发那个推文 就有一个志愿者的招募 然后里边那个会有救护中心的志愿者 这么单独的一个入口 然后我们可能会有一个筛选啊 面试啊 然后还是希望能获得更多人的支持吧 所以我们的工作其实 对于救护中心来讲 就工作永远是干不完的 所以其实人越多的话 能更好的推动我们工作往前走 你们的志愿者现专业吗 没有动物饲养经验也能来吗 啊 我觉得专业其实不限的 因为我本身专业就不是什么动物科学 什么这样 然后 最重要的可能还是对动物的热情吧 你得喜欢那些动物愿意为他们付出 然后甚至牺牲自己 就有这样的态度 这当然不是说来我们这一定要牺牲自己 但有这样的态度 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对于完成我们一起这样的工作 好 你干活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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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